苹果又出新手机了 这回iPhone X要1000美金一部 已然赶上了中小城市的房价 感觉iPhone诞生以后 工资很大一部分都上缴给了苹果 很多国粉平均两年换一次手机 假设未来10年 苹果手机的实际价格都在1000美金左右 两年一换就是5000美金 35000人民币就这样没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一辈子都免费拿iPhone呢 忍者以前还真研究过这个问题 今天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四五年前全国上下流行卖盛换iPhone的时候 忍者大概拿出了5000美金 也就是可以10年内买5台iPhone的预算 买了苹果股票 打算用赚的钱来买手机 算是给自己成立了一个iPhone专项基金 这是过去10年 每年9月1日 也就是iPhone发布会前夕的苹果股价 包括08年金融危机的10年 一共上涨了711% 年化增长率大概是22% 每次忍者需要换手机的时候 按需求卖掉一部分手上的苹果股票就好 因为苹果股价几乎每年都在上涨 所以利润一直可以cover掉新手机的成本 让我们来看一笔细账 你投资5000美金 先假设年收益未来10年 还能维持在22% 这是你每年的利润 这是每年年底的总价值 假设你两年换一个手机 每次卖出1000美金的股票用来买新iPhone 不仅你花不完每年赚到的钱 10年以后 你的5000美金还可能变成23000美金 因为iPhone的二手市场非常活跃 而且两年机灵 有些客奔的iPhone可以卖出原价的30%甚至更多 其实换新机的成本只有700美金 如果你像忍者一样还在使用苹果电脑 一般三年换一次苹果的高端笔记本MacBook Pro 那每三年还要增加一次1500美金的开支 这1500美金大概是新机3000 减去出售旧机1500美金的价格 就算这样 10年后你还有16300美金 如果你只求保本 按照22%的年增长 你甚至只需要投资3500美金就够了 如果你投资5000 会给自己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股价增长放缓至15% 你都还OK 难道免费拿手机 真的就这么简单 对呀 如果这些股票都跌了怎么办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因为你是iPhone的忠实用户 对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产品 有直接的感受和判断 你敏感地知道身边的人如何看待苹果产品 他们有没有在换新手机等等 最起码你投资了一个自己熟悉的产品和公司 这是巴菲特倡导的投资方法中 一个关键原则 其实忍者自己的手机基金比以上介绍的还稍微复杂一点 我把5000美金拆成了三份 分别购买了苹果 谷歌和三星的股票 这样一来 不管我未来是想用iPhone Galaxy还是Pixel 不仅都有人为我买单 而且还做到了分散投资 降低了风险 如果你根本不用iPhone 这条视频还有什么意义呢 忍者的中心思想其实是 当你发现自己是某种产品的忠实用户时 除了抱怨价格太高 你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成为他的股东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推送一条理财短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 如果能推荐给对投资理财有兴趣的朋友们 那就更好了